到底韓國人最愛哪隻雞 韓國人超紅一隻雞的喔 來到東大門的小吃街就知道 各家都打出一隻雞料理 到底韓國人最愛哪一隻咧 東大門全運華一隻雞是 在韓國搜尋排行第一 原來最紅的是這一位老奶奶 招牌寫著1978年開業 大熱天坐無虛席 揮汗也要吃 每一桌點的都是這一鍋 阿豬媽的俐落撿到手迅速肢解 他說這一隻可是35天大的嫩雞 保證是青春的肉體 看得我都流口水啦 醬油還有出1比1的比率 就是我們韓文叫黃金比率 然後雞還有這邊有 所以就泡菜 它就一起搭配 就一口吃就最好吃 喔 燙滾滾開動啦 這一頓我們不只客觀了一隻雞 國底的精華還加上米飯煮成粥 韓國人愛死了這隻雞 不是沒有原因的啊 不是沒有原因的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